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金 这两天最为重要 也是最有火药味的新闻 就是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计划 访问台湾 这其实是一次已经推迟的访问 第1次放出风来呀 是在2022年4月份 但是在中共极为强烈的反对之后 马上在4月7号 佩洛西就宣布自己新冠阳性了 推迟了亚洲之行 当时4月8号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还客套了一把 他对南希·佩洛西新冠阳性 表达慰问 还说您应该取消 而不是推迟访问台湾 意思就是 你这个阳性来的很是时候 这个病毒很知趣的找上了你 那今年第2度传出南希·佩洛西要访问台湾 是7月19号金融时报先放风出来的 当然也是有关方面 有意泄露给媒体去试水温的 金融时报说 南希·佩洛西会在8月份 重续他4月份由于感染新冠 而被耽误的访问 这个风放的太早 有很大的问题 是反映的动机 我们接下来会聊到 那接下来这几天呢 就进入了 中共那边不断 放狠话 升级的节奏 胡锡进 这个消息一出来就建议中共派军机伴飞 佩洛西 伴随着佩洛西的飞机进驻台湾岛 掠过他所降落的机场 穿越台湾 胡编是这么建议的 他很笃定说台湾肯定不敢 冒险开火 他不敢冒着 危及美国众议院议长的 安全风险来开火 也不敢冒着挑起中美战争的风险来开火 所以胡锡进说 此举必然成功 那针对胡锡进的这个提议 美国有人反提议 既然中共要派军机 半飞南西佩洛西的坐机 那美军也应该派 航母战机护航进入台湾 拜登7月20号说 这个时候访问台湾不是个好主意 他似乎对南西佩洛西的想法不太支持 表现出的就是美国总统和国会 在这个事情上不太同调 那美国军方呢 看起来给总统和议长的意见 也是比较负面的 担心这个南西佩洛西的坐机 受到攻击 最新的消息是 前国务卿 蓬佩奥发话了 蓬佩奥说 佩洛西 如果你不够胆 别怕 我陪你一起去 金融时报呢 继续放风 说这个 中共向美国持续不断的表达强烈的抗议 有人总结出了中共应对南西佩洛西访台的六套剧本 怎么个六套呢 咱们这简单总结一下 中共最低程度的反应是参照今年4月份 美国参议员 格雷厄姆 率团访问台湾的那个剧本 就是出动大批军机进入台湾附近的空域 但是考虑到这次来的是众议员议长嘛 所以中共的反应 最低程度也得比上一回更进一步 可能就得越过台海中线了 那更高一级别的反应呢 就是向台湾附近海域试射弹道导弹 重现1996年的台海导弹危机 如果反应的更激烈一些 更上一个台阶呢 就是飞越台湾领空 以及近距离伴飞南西佩洛西 最新的剧本是7月22号 在CNN的采访当中 美国一个官员透露出来的 说中共有可能考虑在台湾设置近飞区 其实中共是不是派军机伴飞南西佩洛西 并不是最敏感的一条 最敏感的是 是不是中共军机进入台湾领空 如果这么做的话 就逼着台湾必须出手 如果只是较远距离跟随南西佩洛西的坐机飞行 然后在接近台湾领空之前 中共军机离开了 那还不至于触发战争 但是只要进入了台湾领空 敌对武装进入了异国的领空或者领土 就等同于入侵 那对于台湾政府来讲 就是必须要做出反应的了 因为国家的安全利益永远是国家的第一利益 也是政府的第一责任嘛 这个时候你还无所反应 就等于是交枪投降了 台湾士气也就立马瓦解了 台湾政府现在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但是表现的还相当镇静 目前台湾政府保持低调 表示还没有收到南希佩洛西来访的正式通知 应当是在等待美国政府的明确决定 至于说 这个最新剧本设置禁飞区 是不是就等于进入战争的节奏呢 那得看它怎么画禁飞区 如果这个禁飞区 哪怕仅仅是覆盖了台湾的一小片空域 都等于无视台湾事实上存在的主权 那台湾政府也别无选择 必须挺身而战 那这就和开战 宣布开战的这个差别不大了 如果禁飞区划在台湾领空以外呢 是在台湾附近的公海上空呢 那又是另外一样了 那南希佩洛西的坐机可以绕过禁飞区降落台湾 那并不能事实上阻止佩洛西访台 当然后一种情况也可能是 一种考虑中的方案 就是中共以军事演习为名 在台湾外海画一片禁飞区 南希佩洛西绕道访台 到时候中国大陆的媒体又可以一通神吹 说你看美帝被我们吓得只敢 像钻小胡同一样 偷偷窜访台湾了 总之呢接下来几天 很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 又要见证的一个关键时刻 就如同今年二月份那个俄乌战争一般 我们也会见证中美冲突 会不会有一个本质的升级 生逢乱世 我们避免不了见证一系列动荡的到来 早一点晚一点 该来的迟早都会来 接下来这段时间 可以说是自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 这43年来 最接近冲突 最接近局部战争的时刻 那为什么南希佩洛西要挑在这个时候访问台湾呢 又旧话重提呢 难道是逼中共不援助俄罗斯吗 当然 这个美国一直在阻止 习近平向普京提供事实层面的帮助 那是不是说你中共不援助俄罗斯 我这就不访台了呢 打台湾牌呢 其实当下 中美之间并没有旧俄乌战争 有那种特别有压力感的谈判 说美国必须得刺激一下北京 你不援俄 我才不访台 否则的话 我就让你好看 并没有这种特别有压力的谈判场合 所以这个时候要访台的动机 更有可能是来自于美国的国内 由于通货膨胀 美国国内的民怨 短时间内没办法平复 那么民主党在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之前 那个势头就很不好 因此它就需要更加积极的在国际上扮演领导角色 扮演捍卫民主的这个责任 7月19号 欧洲议会的副议长 币尔刚刚访问了台湾 还有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 共和党级参议员斯科特 7月初刚刚也访问了台湾 4月份南希佩洛西退缩以后 你看共和党的 格雷俄姆率领着代表团也访问了台湾 在保卫盟友这方面 民主党实际上落在后面了 落在了欧洲的后面 也落在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共和党的后面 所以在中期选举之前作为众议院议长 民主党领袖的南希佩洛西 他就得有个表态 否则呢对这个 整个党的选举中的局势不利 会被人嘲笑成软骨头党 但是拜登和南希佩洛西不同调 又是个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还主要不是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的问题 还不是做给北京看的 而就是拜登在民主党内的地位 其实并不高 南希佩洛西不怎么鸟他 佩洛西是个很强势的人物 那你不管他这个动机怎么来的 关键是接下来局势如何发展 佩洛西他既然是 第二次提出访台 就应该是有相当强的愿望付诸行动的 否则本来都是大家忘了的事 你这又自己主动重新提起 结果还做不到 你不是自找打脸吗 自讨没去吗 共和党现在都在盯着南希佩洛西 就差说 你去不去 你不去就是孙子 蓬佩奥都说了 你要怕死不要紧 我陪你去呀 还有美国众议院另外一位前议长 共和党的大佬金里奇也强烈要求 南希佩洛西你说到做到啊 这回你自己提起来的 千万不能再怂了 绝不能够被中共的 威吓给吓回去 所以美国这边其实弹性还比较小 反而是中共那边弹性更大一些 早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就有个分析 也许一些老观众还记得 我说中国人对民主政府啊 有一种常见的误判 他们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分裂和争吵 就等于软弱 事实上呢 如果是一个民主且强大的国家 它是更加倾向于打全面战争的 要打就来个忙的 就打的彻底 不留余地 一个比较民主强大的国家 更有这种倾向 就打仗这事来讲呢 其实是民主政府更难妥协 它灵活性更小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共识性的政府啊 一旦它克服了党派的分歧 投入到一个冲突当中去 那就必须要有一个明确无误的后果 才能够说服 当初分歧的意见 我们现在可以结束这个冲突了 我们可以收官了 它必须得有这样一个 明确 且直白的后果 什么样的后果呢 就是要不然取得全面的胜利 人人都看得到的胜利 要不然呢 就是确实输到了 裤衩都没有了 无力再战 所有人都不得不接受现实 如果是介于两可之间的 就是 好像赢了一点 想建好就收 或者是输了一点 但是想及时止损 因为未来的结果并不明确 总会有人觉得 我们现在虽然赢了一点 但还没赢够 或者是觉得我们输了一点 但还有本钱翻本 不应该就此止步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很难克服 分歧停下来 必须得达到一个明确的结果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民主国家的领导人 做决策的责任比较小 国家已经在冲突之中的时候 只要领导人判断 多数人的意见是打下去 他就得坚持下去 因为在民主机制之下 不管结果是好是坏 其实不由他个人来承担 如果真的结果不好 失利了 民主国家的领导人 最多是引就下台 挨挨骂 最多你算是一个 无能昏溃的领导人 但是呢 你是依法行使权利 那谁让你们这伙选民 选这么一糊涂蛋上去呢 对吧 所以最终承担责任的是 全体国民 领导人自己 损失有限 但是专制体制下的领导人 就不一样了 面对不可知的未来 他如果输了 不仅是下台失去权力的问题 他的身家性命可能都不保 老婆孩子 财产什么都可能失去 所以呢 在艰难的抉择当中 专制领袖 其实他承受的压力更大 因为后果更严重 所以呢 他如果精神不是那么强大的话 他反而更加容易在过程中妥协 同时专制领袖 操纵着国内的宣传机器 他只要不是输到那种无可挽回 过程当中输一点 他可以编嘛 说自己赢了嘛 彩虹屁随便他去吹 所以人在压力当中 在面对不可知未来的时候 就喜欢做自己比较 控制度高的事情 这是人性 就回避失控的事情 在冲突当中 当然你的敌人怎么行动 是不受你控制的 而你自己关起门来那些事儿呢 可控程度更高 所以专制领袖在挫折面前更加容易妥协 他那边弹性反而大一些 大家看贸易战的现实发展 是不是印证了我几年之前的这个判断呢 美国要取消关税更难 他做出决定以后再往回调弹性更小 而中共要做出调整 随时都是一句话的事儿 比如最近传闻 要取消澳洲煤炭的进口禁令 所以大家清楚一点啊 强和弱 不是比谁嗓门大 也不是比谁说话狠 也不是单单盯着肌肉来看 而是要在压力下测试 在体量和实力相接近的两个国家之间啊 如果一个国家是成熟的民主体制 另外一个国家是专制体制 那么成熟的民主政府 一般来讲它抗压性更大 这是咱们从一般的道理上来讲 当然如果你碰上一个民主政府的领导人啊 是一个特别怂的特别没出息的 如二战前期的英法执行绥靖政策的领导人 而专制国家领导人呢又碰上一个特别横的特别浑的 比如希特勒这样的人 当然就会表现出 后面这种人占上风 但是如果双方实力接近的话 专制国家能一度占上风 但是你看在历史经验中啊 它还是很难最后赢 比如二战当中的德国 对英美盟国集团 最后德国还是输了 冷战时期的苏联集团 对美欧 美国最弱的时候 最后就是卡特执政的年代 被苏联压着打 但是只要卡特下去了 换一个人上来 马上这个局面就改观了 最后还是苏联输了 所以 只要民主国家有一个意志力中等偏上的领导团队 它最终还是能够战胜 专制强人的政府 那南希佩洛西如果访台的话呢 他挑在8月份 恰好是中共北戴河会议的会期 习近平现在已经够闹心的了 他要防止这个动态清零和经济滑落 受到退休元老的质疑 如果这个档口上再加一个砝码来个台海开战 这个负担对于他来说是过于沉重了 说完南希佩洛西这个事儿 咱们剩下时间 说另外一件很多人关心的事儿 就是南京玄奘寺地藏殿 供奉了五位 日军清华战犯排位的事儿有了结果 这个供奉人吴阿平 终于被找到了 身份曝光 而且他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的罪名给拘留了 这个事情的过程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了 我只简单说一下不必细说了 松井石根是日本华中方面军的指挥官 陆军大将军衔 因为在南京大屠杀当中负有责任 被这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了绞刑 古寿夫是日本陆军中将 攻占南京的时候是第六师团的师团长 被定为乙籍战犯 另外几个人 野田义象景敏明和田中军级是下级军官 他们亲身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那他们这五个人的牌位呢 是被供奉在玄奘寺的地藏殿 大约在7月21号的时候呢 这些牌位的照片被人传到了网上 立刻就群情激奋 这个舆论就沸腾起来了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抓过去了 就不再有人讨论什么 河南村镇银行爆雷了 也很少有人在说这个烂尾楼断供的事 抓出汉奸严惩卖国贼的呼声 压倒了所有话题 也果不其然啊 马上就有人思绪飞扬 自由联想 有人结合前一段时间 那个 人教版教科书的插画风波 当时有一种阴谋论 说是美帝特务渗透 故意在小学的教科书插画当中 做手脚 毒害中国的青少年儿童 有这种论调 那这次呢 也一样 有人说 牌位风波也是日本的故意渗透 是日本的右翼势力 对中国的文化渗透 然后呢 就全民寻找这个供奉人吴阿平是谁 在哪儿 被全民通缉了几天 终于宣布这个人被找到了 官方给出的通报说呢 她就是一个90后的女孩 2000年随父母移居南京 那她怎么会想到 供奉这几位战犯的牌位呢 目前的通报说 她其实长期有一些精神健康问题 在某个场合了解到 这几位战犯的罪行之后 就受了很大的刺激 长期做噩梦 觉得呢 是被这几个厉鬼给缠上了 想拿走 她的性命 后来呢 就接触了佛教 产生了解冤誓愿 脱离苦难的想法 以供奉这几位牌位的方式 请这几位怨灵放过自己 是这么回事 但是可能也有观众觉得奇怪啊 怎么会有人有这么奇葩的想法 是不是瞎编的呢 这个理由其实倒比那个什么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 对中国搞文化渗透 来的要靠谱多了 因为有些人的精神气质 它就是比较容易出这方面的问题 精神不稳定的人呢 是有可能受到不经意的刺激 产生一些病态的印象 受到一些他自己不能控制的 想法的困扰 这在病理上 在临床上是常见的 每个人的精神都会有某些方面的弱点 受到刺激以后呢 一些人就会像 这个牛反厨一样 产生那个不良的思维 把一些本身不存在的事情 或者他自己夸大的事情 反复拿出来瞎琢磨 你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会觉得出这方面问题的人 不可理喻是奇葩 但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磨难和痛苦 其实你也一样 每个人本质上都是孤独的 而一个文明社会就在于 能够理解这一点 正是这一点 比如在欧美社会专门有一种 精神疾病的类型叫PTSD 就是创伤后 应激障碍 很多参加过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的老兵 他都有这个问题 那过去人们只是简单的认为 这个人从战场回来 怎么性格变了 原来挺开朗的一个人 现在沉默了 原来挺自律的一个人 现在酗酒了 举止也变得古怪了 现在人们才知道 这是一种病 是需要治疗和疏导的 那这位吴阿平呢 后来是真的辞职 去了五台山 一家寺院做居室 想在宗教当中寻找安慰 那说明他之前是有过 抑郁症和焦虑症 供奉这几个人排位的事情 是发生在2017年 到2022年2月份 有一位女信众去玄奘寺 去寻找自己以前供奉过的排位 那有两个僧人就帮他翻 结果就翻出了这几份 这个女信众就拍下了照片 这个寺里的僧人立刻就撤下了 这几个战犯的排位 还报告了住持 这个事情 就大家不扩散 希望这个事情就完了 结果到7月份 这些照片被传到了网上 到处转发 引起了轩然大波 事情的过程是这样 这事真正奇葩之处是在于 吴阿平居然被以寻性滋事的罪名 给刑事拘留了 他本来是一位 有一定程度抑郁症和焦虑症的病患的 他这个事是做的不对 但是呢 他就是 这个病人自己 排遣压力的一种行为 他做的不对 你可以教育他 批评他 他怎么成了寻性的呢 而且这个寺院里 接受信众供奉的排位 是相当多的 一大堆 这几份 没有人专门找 还发现不了 他怎么叫姿势呢 因为吴阿平并没有 主动要引起别人注意的这个想法呀 全民网爆吴阿平 还把他行事拘留了 那你想想对这样一位 本来精神就不太稳定的人 是极大的刺激 所以这个吴阿平 他今后的人生会怎么样啊 他那个健康状况 非常令人担忧 所以我就纳闷了啊 是谁在姿势 是抑郁症患者 吴阿平想为自己排遣 压力在姿势呢 还是炒作这张照片 到处喊打喊杀要抓汉奸的人在姿势 那请问又是谁病得更厉害 是吴阿平病得更厉害呢 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给他安一个口袋罪 就说你寻衅姿势的人病得更厉害 你觉得被伤害了民族感情 难道就要治一个心理病患于这样的绝境吗 所以看到这些事啊 我就经常觉得许多中国人那个思想状况很可怕 他没有一点共情的愿望 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身上看不到一点善的影子 就在这个吴阿平之前几天 澎湃新闻驻日本的记者曾颖 因为报道安倍晋三遇刺 一度哽咽 也被全民网报 这个曾颖本来就有重度抑郁 结果这回又逼得人家寻了短见 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脱离危险 结果呢 这事没完又来个吴阿平 这个民族感情难道就是个神域吗 有这个东西顶在头上 你随便干啥都天然正义了 就完全可以不计后果了 就一点不能够体谅一个弱者的那种 无助和软弱吗 你说你连人的感情都没有了 你还要民族感情干啥呀 另外还有一个事呢 我也想顺便提一下 就是那个警花张金鱼的不雅视频 很多人在传 一些海外的自媒体也津津乐道 很嗨的在谈论 你不知道多一份参与 都有可能逼出人命的吗 难道因为你就是恨警察 觉得这么干解气吗 就本着怎么发泄 怎么把人伤害得深 就怎么干吗 那你也不认识那个女生啊 她到底在警察队伍里做了啥事 你也不了解啊 对吧 就因为她是个警察 你就得这么干吗 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啊 我的语文老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后来我没有查到它的出处 所以是不是杜撰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给我印象很深刻 就说法国大文豪雨果 年轻的时候在市场边上租了一间房子 一天早上呢 他就觉得很吵 这个市场上人声鼎沸 他推开窗户一看 啥事啊 原来是 在市场上抓住了一群贼 三男一女 一共四个人 那治安官呢 就要当场执法鞭打他们 老百姓就很happy 都围过来看热闹 抽鞭子之前要把罪犯的上衣给扒掉 那前三个男犯人呢 撕掉他们衣服的时候啊 这个 观众 欢声雷动 鼓掌 挺高兴 等到第四个 这个女犯人的时候啊 行刑的人就有点犹豫了 观众呢 也就 你瞅瞅我 我瞅瞅你 安静下来了 然后就默默地散开了 看到这一幕 雨果当时很感动 他说法兰西民族 是个伟大的民族 他有羞耻之心啊 我要用我的笔来保卫他 因为这是一个女性啊 他是一个人类的女性 你别管他是贼 或者其他什么人 你都要保全他作为一个女性的尊严 那么好吧 今天的时事话题 咱们先聊到这儿啊 明天星期二 在咱们的会员网站 会员投稿区有节目更新 是仙道兄带来的 扭捏的巨人 上 美国历史学家尼尔夫格森出过两本书 一本叫帝国 一本叫巨人 他认为英国和美国 是历史上一种很特殊的强权类别 它是帝国主义 但是叫自由帝国 就是使用国家的强制力量 以一种权威的方式 在全世界推行自由的理念 这个做法呢 听起来是有矛盾的 因为什么叫自由 自由就应该是 不管别人呗 由着别人呗 爱谁谁呗 尤其不应该使用强制的方式 推行自由 英国呢 由于它是个君主制国家 所以它这方面没啥内疚 它动辄以大炮 敲开别人家的大门 但是美国就有点不一样 美国的文化呀 它是由反抗 压迫 独立建国 作为自己文化根基的 所以自由在它的这个骨子里面 就更加强调 独立自主 不受干涉 所以这就让美国在国际事务当中 运用它力量的时候 显得特别扭捏 就容易陷入内疚 所以孤立主义这个事呢 是美国 打从骨子里 从文化基因里带来的 扭捏的巨人 就是指的美国这种独特的性格 所以这就让美国在面对世界局势变化的时候 它总是特别纠结 容易陷入反应迟缓 仙道兄是学历史专业出身的 以前在我们的会员网站投稿 聊过 清朝发生的叫魂案 那明天呢 是谈美国这个扭捏的巨人 所面临的 当下挑战 是这个话题的上半部分 那么好 明天我还需要准备咱们另外一个频道 思绪飞扬上的内容 在文昭谈谷论金这个YouTube频道呢 咱们就是星期三再见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